请 从今天开始 我们研发部 却多了一名新同事 大家欢迎贺锦西小姐 大家好 大家好 贺小姐之前 没有从事过相关工作 大家要好好帮助她 尽快适应 没有工作经验 直接进研发部 这走到什么后门 锦西 这是你的宫位 你先去汇总一下 新产品的市场要求吧 汇总市场要求 我没有做过 能不能麻烦一个人 教我一下 锦西 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专门找一个人 恐怕不太合适 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可以随时问大家 或者问我都行 整理好后 四点之前交到生产部 好的 对了 麻烦你今天之内 设计出一套 眼影外包装方案 我会在明天大会上 提报给总裁 今天之内 是的 辛苦一下吧 熬夜 大会不会因为任何人推迟 锦西 你很有才华 我是不希望你错过这个机会 明白吗 谢谢南宫总监 也不知道他在那边有没有给我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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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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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希克呀 你怎么来了 随便走走 下次还你两个 顾总 可以 就这样 换这个东西 顾总 你今天怎么突然有空来研发部了 你今天怎么突然有空来研发部了 刚吃完饭 随便活动活动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 这 想不到你还记得我喜欢吃火鸡胸三明治 谢了 顾总 有一件很紧急的事我要跟你汇报 和明天大会有关 您现在有空吗 去帮个叔叔吧 你知道吗 今天顾总特意给南宫总监送了午餐 还记得他之前的口味呢 偶像剧桥段不会要在咱们公司上演了吧 天哪 太甜了吧 顾锡城 你居然在公司里都敢搞偶像剧了 我真是小看你了 等我忙完工作 你给我等着 贺锡城还没下班 老大 这是明天会议的资料 傅伯雅作为利普曼的顾问 全权代表德方参与会议 在技术层面提出建议和支持 好 好 知道了 你下班吗 那你怎么不走啊 你是在等某人下班吗 奶奶煞费股心 安排贺锦细进公司 我自己回去 怎么和她交代 离去 回吧 好嘞 进 南宫总监 我的设计草图做好了 麻烦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提点意见 这么快啊 市场要求已经交给生产部了 按您的要求 四点钱已经交了 行 我看看 很好 我很喜欢 这是我第一次做设计 其实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没关系 已经很好了 只是需要再微调一下 这样吧 你留下来 我跟你一起修改 这样明天就可以上会了 我来看看 还是 一切 了 对 埃 咕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喂 西城 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第一天去研发部上班 工作怎么样 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还希望你多担担 顾总还真是客气 还特意打电话过来 不过锦细做事 的确比较粗心 我告诉他部门资料 要四点尖交 他却继承了五点 要不是我提醒 他就耽误了 他没有工作经验 还需要事业 还多辛苦你多动手教教他 他不会让你失望 顾总放心 我肯定会 好好教他 南宫总监 我修好了 您看一下 没关系 已经很晚了 你下班吧 你把它发给我 我上手帮你改 这怎么能行啊 这是我的工作 做到多晚都是应该的 你第一天上班 有人特意嘱咐我 要好好教你呢 我来是应该的 你下班吧 你下班吧 我在停车场 那我就先走了 那我就先走了 好 你怎么知道 还在家吧 刚才和南宫琉璃说工作 他提到的 这样啊 他是找南宫琉璃 才顺便提起我吗 想什么呢 没什么 工作而已 才去一天而已 这么专注 当然了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既然去了研发部 我就一定会把自己的那部分 做到最好的 后天部门汇报 你千万不要因为 是我做的方案 就对我高抬贵手 你也太小看我这个花言CEO了吧 让你不假的 你会怎么弄到 以上就是研发部南宫琉璃总监设计的外包装方案 新晋研发小组果然厉害 四套设计都很漂亮 谢谢 尤其是这套猫眼灵珠的设计 更是突破 除了成熟的技法 还融合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 和我们公司新系列产品 非常契合 这些设计都是你的灵感 是的 顾总 这四套设计都是我的灵感创意 我带着整个研发部 熬了好几个通宵 才做出这么优秀的作品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南宫佐监 你为什么不在会上提出 猫眼灵珠是我的设计 锦夕 你觉得我是故意不说的吗 我的意思是 这个灵感本来就是我提出的 你要这么想 就太让我难过了 这里面每套方案 都有我们研发部 每一个人的心血 如果我单独提你 你让别人怎么想 而且 这套方案不仅仅是你的想法 也有我的付出 对吗 我知道你对这方面 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让你试试 现在作品得到了西城的认可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吗 谁付出就应该有谁的名字 我想所有人都一样 想要一个公平 锦夕 你可能没有在这么大的团队里工作过 不是随便调个色 做做美工 修改几个字就叫工作的 还是说 你觉得你是总裁特助 或者你和总裁关系亲近 我就应该多照顾你一些 我什么时候和他亲近了 顾总 顾总 顾总别误会 锦夕在和我说工作上的事 如果是你们研发部的事 就回你们自己办公区 如果不是 我不太希望有员工在公司里面谈私事 我不是在说个人私事 我只是想证明灵柱设计 好了 我还有电话会议要开 回你们自己部门 看到了 设计是谁做得重要吗 总裁是不会关心的 南宫总监 我下号可以请个假吗 请假 甘腾假 就进了 可以 往去吧 顾锡城 连话都不听我说完 还那么相信南宫琉璃 他是总监 就值得全部相信吗 凭什么觉得我就做不了设计呢 喂 是我 贺锦夕 妈妈怎么样了 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 顾家情况怎么样 你没在顾锡城面前传包吗 一切都很好 你还没回答我妈妈到底怎么样了 让你看一眼妈妈吧 让你看一眼妈妈吧 妈妈妈 妈妈还难不难受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好了 妈妈你也看到了 可以放心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任务 只要你顺利 我就保证 妈妈过得舒服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喂 喂 喂 细细 是 还好吗 我没事 这难受的话 就别忍着啊 我带了纸巾 我带了纸巾 我真没事 每个人都会有难受的时候 这很正常 不过 你难过 是因为顾西城吗 算了 我不问了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因为不公平 还是因为她 不公平 就 工作上的事情 我能自己处理 我 这样吧 我带你去一个 好玩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 进 有什么事 简短说 好 老板 你和老板娘到底怎么了 啊 她和傅伯雅出去了 好 我知道了 那我走吧 顾总要出去吗 上班时间为什么要出去啊 你不担心锦西吗 不过我听说 她和傅总也挺熟悉的 不过我听说 有她陪着锦西 顾总也不用太担心 顾总也不用太担心 你不是有事找我吗 说吧 好 快乐俱乐部 这名字起得不错啊 不过 这真的能调节情绪啊 那当然了 怎么 不相信我啊 当然不是啦 我告诉你了 这个地方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只要你到了这儿 你所有的压力呀 痛苦呀 烦恼呀 通通都会消失 幼稚 走 谢谢 可以啊 一起来 如果说的 能一直抱紧 说不定我明天就约你 一起去走走走走 街上三个鲜蓝唱花痴 远方的色彩像你的眼睛 看见 也许三道飞金鱼 而试着过程将一切顺利 需要 感觉幸运的证明 在开口前预感 你会答应 答应 我明天能继续 继续变做变像台湾说的 如果雨后出现了彩虹 安那种 如果雨后出现 凄路 用路 一新旦 也许你早就在那等我 陪你一起去走走 街上三个孩子长黄影 明亮的色彩鼓励我前进 一片香口中外零雾雨 安心就我们会一直说 如果是你们研发部的事 就回你们自己办公区 我不太希望有员工在公司里面谈私事 不 安安 在干嘛呢 咖啡 吃泡面 老是吃泡面不好 你要不要跟我去吃个饭呀 已经饱了 贺锦熙今天上班好像受委屈了 我这就去找你 你干嘛呀吓我一跳 终于见到你了 你是吃炸鸡还是寿司我都买了 我都不吃你赶紧说吧我们熙熙怎么了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发生什么了 用膝盖想都知道肯定是因为那个顾熙成 他跟那个什么老朋友不清不楚也就算了 他要是敢动我熙熙一下 你转告他啊 我绝对跟他没完 你等一下 算了 你是说老大跟南宫纠缠不清不重要 我的意思是顾熙成 对我们熙熙也没什么感情 我们熙熙呢对他也就那样 大家和平相处就好 但是啊 他要是敢这么欺负我熙熙 我绝对忍不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相爱的 他们就是在互相出刀 要不咱俩帮帮他们 你是说他们彼此喜欢 真可爱 笑什么的 不要打扰我工作 今天先到这儿吧 你的创意我看了 谢谢你自己把握就好 好 但我有不懂的 还是要来麻烦顾总的 那我就先走了 何锦熙 先顾熙 我还想要你那个 其实我们在这儿 第二天 二十二 三十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竟然不接我电话 太解压了 我现在心情特别好 是吧 我没骗你吧 不过 只要你今天开心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这事呢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不过你欠我的人情 好像有点多啊 你好 不考虑先还一个吗 谢谢 行 你说 怎么还 不如请我吃晚餐吧 当然 如果你实在为难的话 也可以拒绝我 反正我都已经习惯了 没问题 地方你选 那我可要好好宰你一段 顾兴成的电话 这么多 难道是公司有急事 你要不先给她回个电话 好 我去 你怎么样了 是顾锡城欺负你了吗 还是南宫流离 速回 别担心 之前我还佩服他的工作能力 但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让步 进 顾总 我这里有份文件 需要你签一下 下班时间早就过了 花燕不提倡加班 早点回去 其实我是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说 我发现了一家 非常有个性的餐厅 关于细节上的填充 它给了我很多灵感 所以我定好了位子 想请你跟我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 你一定能明白我想表达的东西 我现在习惯回家吃饭 可是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刚刚在忙没有听到 说实话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就是实话 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吗 贺锦辛 你再拿我去接你 我也有自己的个人私事 抱歉顾总 你管不着 喂 喂 啊 贺小姐怎么了 她没事吧 你刚才说的那家餐厅在哪儿 离公司有点距离 我会办公室拿包 一会儿见 没事吧 懒得厉害 真是昏君 真是昏君 你笑什么 没事 别生气了 走 先吃饭 说好我请你的 走 好 难公 你跟贺小姐在一起吗 她还好吗 我听说她心情不好 你跟她出去了 她没事 你放心吧 但愿吧 薄雅 你要知道女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点好吃的就好了 你要不要带贺小姐去吃点好吃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正好我们打算去吃晚餐 你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吗 你问我可就问对了 我知道一家餐厅 气氛和菜品都是一流的 递着我发你 吃啥呀 选餐厅也太难了 正好 朋友推荐了一家 看起来还不错的餐厅 想不想去试试 可以啊 安全带 没事 无用 感觉 不能 跟来 你 这 就是 怎樣 我们 总监 您找我 明天的计划我都立在日历上了 等你抄好就可以下班了 放心吧 总监 晚上和西城吃饭 说好我请客 想吃什么 随便点 这么大方 今天我非得把在花言的工资 全部花光 方能解我心头之恨 服务员 你好 谢谢 点菜一定是单数 牛排给我来 三份 好的 你看 泡芙想不想吃 用没有三份泡芙 好的 再来三碗冰淇淋 好 谢谢 帮我铺一下餐筋吧 好 那先这样 谢谢西城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还有加菜的吗 要 服务员 你好 我要一份沙拉 三份牛排 五杯冻凝茶 七片嘉欣马卡龙做饭后甜点 好的 都是单课啊 还有吗 先这样 顾总 肤打水可以吗 可以 谢谢 多谢 您好 是 这位小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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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吗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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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好 еш城 难够 难够 谢谢 跟我还客气什么 顾总 我的牛排也给你 慢用 希希 别去了 看别人吵架 也没什么趣味 贺锦西 放开 不 不生老朋友就够了吗 南宫琉璃陪着你 你干吗还出来跟着我 你不要这么任性好不好 好 到了今天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是吗 在你心里 我就是不懂事 任性的 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我哪里曲解了 你跟南宫琉璃在一起 我是亲眼看到的 那你还不是跟那个 那个傅伯雅在一起啊 我 我已经跟你解释很多遍了 傅伯雅只是我的老朋友 我 贺锦西 回来 贺锦西 男公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我这么做有错吗 我还不是帮我们自己 帮我们自己 傅伯雅 你不是喜欢他吗 怎么 我说错了吗 不所谓 你怎么想 都可以 我怎么觉得从国外回来之后 你好像变了很多 变得不仅仅是我 还有你 我不觉得你这么为顾西成付出 和针对锦西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很多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难道就不应该试着放下吗 就不能试着去接受新的人 接受新的感情吗 新的人 不光我走了多久 我一直坚信 顾西成的心里一定还有我 过去 我没有资格站在他面前 现在我历经折磨 终于浴火重生地回来了 我为什么要放弃 我为什么要把他拱手让人 可锦西是顾老夫人为顾西成挑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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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会醉的 醉了让我忘记一切更好 我一定会让西成回到我身边的 我一定会让西成回到我身边的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我病人 谢谢大家 五四 五四 五十六 三十五 三十五 又有什么事儿 没什么 就是想见你 一会儿一起看电影啊 我没空 我接单了 要去赚钱 我可以等你啊 我们可以看夜场的呀 要不这样 你上来 我送你 你没毛病吧 我开着跑车去给别人当代价 这怕什么的呀 这样还能多接几代 我保证不打扰你 你在前面开 我在后面追 再说了 这么晚全是罪患 我得保证你的安全不是 我可没钱付你油费 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可别进外 那我车怎么办 那我车怎么办 请 出发 赚钱 来 先生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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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联系她的家人 交给你了啊 还有她的钥匙 好的 以后像这样的顾客 就不要再接单了 一个小女孩 怎么处理得了 我又不是一般的女孩 这倒也是 那上车吧 下一单在哪儿 去电影院 你可真厉害啊 一天跑八单啊 我是说 去看电影 我知道 走 看电影啊 那快去吧 要不一会儿没票了 我车怎么办 明天再来 好 我又晃又晃又走过你的双唐 终于轮到我 在一场恋爱 我一生好了脑中 身怕错过你的梦 静静地带着 你听我说 你把门打开 我有话跟你说 贺锦西 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商量 你先把门打开 让我进去啊 你至少把睡衣给我吧 同样子 奶奶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奶奶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顾西成 天天带着南宫琉璃 还怪我和傅伯雅见面 简直不讲理 双镖 等我熬过这段时间 等妈妈平安回来 我就再不和你见面 我帮你拿吧 不用 我力气大 我来 都快洒了 我来拿吧 好 谁呀这是 老大 接一下 好 喂 老大 你要是没事我就挂了 我正在经历我的人生大事 什么人生大事啊 看电影和暗暗 给我两分钟 好 等我一下 马上 老大你赶紧说 我电影要开始了 是这样的 我一个朋友问我 和女人吵完架之后 该怎么办 谁 哪个女人 老板娘吗 说了你也不认识 认真一点 那这就是送分帖啊 你让你这个朋友 好好想一想 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哪里惹了认假 然后认错 道歉 求原谅 三件套一件不差 往上上 凭什么道歉 认错求原谅 吵架又不是我 我朋友一个人的问题 那你这个朋友 就更错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男生和女生吵架 永远都是男生的错 如果还有别的疑问 请参考上一条 好了老板 我电影要开始了 挂了 拜拜 我 道歉 认错 求原谅 你睡了吗 睡不着 今天心情不好 好 怎么了 你可以跟我聊聊 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 特别自以为是 霸道 不讲理的 过分了何锦西 你这么讨厌他吗 他是你什么人 冤家 仇敌 债主 所以你今天性情不好 是因为这个人 虽然他这个人讨厌是我意料之中 但他怎么能只相信别人 就完全不信任我呢 气死我了 确实有点过分 但我想 这些人 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吧 可能他对你 并没有那么了解 才不是呢 你不知道 我下午好不容易心情 被朋友劝好了 到了晚上又被他破坏 朋友 什么朋友 开不会是 对你很特别的人吧 你关注的脸可真特别 其实也算不上 什么特别的脸 真的就是一个很要好的 普通朋友 我就说嘛 普通朋友 你们说 昨天我在南宫总监的日程上看到了这个 好 公亲我 南宫总监 照片删掉 我只是让你备份了我的工作日程 但这是我的私人行程 你以后不要站坐了 对不起 总监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记住 公司是请你们来工作的 不是来闲聊的 是 是 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些方案的细节补充 谢谢大家 从今天开始 为了提高研发部的员工创造积极性 我会增设创意平和机制 分别明确分工 确保每一个员工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 好 从这一次的方案成果来看 据我所知 核心创意来源于 贺锦西 南宫总监带领团队友方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么大的成绩 实属难得 顾总过家了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你今天怎么了 你之前开会 可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 世光公司 做了就是做了 没做就是没做 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再让他不痛快 是因为公司吗 你就是想为贺小姐出气吧 怎么 准备认错了 怎么可能 反应这么大心里一定有鬼吧 那个朋友该跟老板娘道歉了吧 需不需要我帮帮忙啊 从这次的方案成果来看 据我所知 核心创意来源于 贺锦西 西城 你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 难道 请 请 请 进 有什么事直接说 西城 你知道 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们过去的时光 这里是公司 我不想谈论工作以外的事情 如果你来找我是为了私事 那么请你出去把门带上来 请 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应该辞职了 身为研发部总监 在工作会议上被指出重大失误 我没有脸再继续带领团队 更没有资格再站在你的面前 我觉得 我理应辞职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南宫总监真的打印了辞职信啊 为什么呀 该不会真的是因为那个贺锦西吧 就是因为他 开会的时候 顾总居然说设计 全部都是贺锦西做的 那总监的脸面怎么挂得住啊 再说了 以咱们总监的工作级别 被逼到这份上 真的是委屈死了 但那个设计 也不会真的是贺锦西做的吧 有区别吗 他也是咱们研发组的一员呢 总监署名有错吗 也就那个人 平时和顾总关系好 想把总监给气走 那你说 他不会真的和顾总 有什么特殊关系吧 真是没完没了 谁和他关系好 谁又凭他关系欺负别人了 明明是男工侵占了我的工作成果 反而怪救我来了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工作能力 只是给你指出了正确的工作方法 作为领导 你不应该把团员的辛苦抹掉 一个团队的成功 领导的能力和认知 是非常重要的 顾总说得对 所以我非常愧疚 请你允许我辞职 老大那边有情况 速来降耀 好 可以 夕成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让我离开吗 是你自己提的辞职报告 我没有逼你 男工 你知道你今天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作为员工 你可以对你的上司不满 但绝对不能用逼宫的手段 来逼迫你的老板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是不可代替的 你也一样 您刚刚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暗示 我已经被人替代了什么 被贺锦西 我说过了 我知道是我错了 当年我不该离开 不该不告而别 不该选择放弃 不然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依然是我 不会还有什么贺锦西了 够了 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我不想和你讨论这样的话题 如果你不走 我走 行程 行程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你不用管我 我会走的 我会消失的 就等我死了 这是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一些营养品 营养药 这是精神类的厨房用药 你怎么会是这个 我 其实这些年 我状态一直不太好 吃不下也睡不好 医生说 说我已经中度抑郁了 抑郁症 来 起来 来 起来 那西城 不要这样 完了完了 只有老板娘要是来了 那不全万大了吗 不行不行 打电话 老板娘等一下 我刚才看错了 老板不在里面 老板在 那边 完了完了完了 全完蛋了 有口红吗 花园不是最大的化妆品公司 你是副组 怎么连口红都没有 口红 要多少 有多少 老板娘 什么色号 利养工纯号 顾兮成 好 晓晓 晓晓 这幸福 一边一边跟着海 风吹来 雨层一层好像浪花展开 好险我就要对你告白 我 也许是意外 也许是意外 也许是天气在高拐 为什么每一次遇见你 这幸福 一遍一遍跟着海风吹来 一层一层好像浪花转开 好险我就要 对你告白 也许是意外 也许是天气在搞怪 为什么每次遇见你 都会莫名愉快 赶走一脉 我学着习惯 厉害呀 贺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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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等一下 贺锦西 贺锦西 干吗 你就 你就这么走了 怎么 亲你一下还要付钱吗 你既然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 难道不解释一下吗 有什么好解释的 亲就是亲了 我就是亲给南国琉璃看的 宣誓主权 怎么了 宣誓主权 谁教你呢 奶奶 你笑什么 没完 我只是没有想到 你既然有一天会这么相信奶奶的话 但是你刚才在公司这么做 确实有些不同 确实有些不同 那你和南国琉璃 你们就很温妥了 我和她 你和 你们都抱着了 我和司徒我们四只眼就都看到了 我只是服了她一下 但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真的打算一直和她这么僵持下去吗 我和她僵持 顾总 你是不是 这里出了什么问题啊 明明是她一直在找我麻烦 我哪敢给她下马威啊 这两天你一直在生气 我也没有时间跟你谈一下这个事情 你和南公的事情 确实一开始是你的不对 顾总 麻烦您再说一遍 你进入她的团队 就是她组里面的一员 你们设计研发的东西 即便是你一个人的灵感 但也是整个团队的成果 你不能因为你和她的私人原因 就和她直接在会议室门口争执 这是对领导的不尊重 也会让其他人看到你们不和 顾西成 你先听我说完 希希 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我希望你能在南公身上 学到更多的东西 你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 更不要把她干成是生活中的对手 顾总 这些话 麻烦你留着教育南公总监吧 我这个小小的组员不配 贺锦西 贺锦西 别跟着我 顾西成 我讨厌你 知道吧 知道了 他们是因为 有意义的 都是 有意义的 感谢观看